朋友们我是方菲卫家 目前这个车胎主要有两种真空胎 还有一种有内胎 现在有内胎的比较少 大多数都使用真空胎 真空胎有什么优点呢 真空胎正常情况下它没问题 问题少就很少炸胎的问题 但是有内胎的 它就会磨损 磨损以后内胎用久了之后 它就有个小动作就会漏气 各个的好处 但是真空胎如果你气压不足 很容易就泄气 因为真空胎它不一样 它把气把它涨起来密封 内胎不一样 内胎是有一个内胎在里面 你打气它就可以 它就可以涨开 真空胎就不行 真空胎如果你在半路出了问题 你即使补好了 我们这就小气棒就不行了 要那种大的那种修理店那种气棒 一下冲过去它就把它涨开 我们这小气棒打进了气 不够从缝里露出来 所以没有用 那么有什么办法 我就采用了这种办法 在真空胎破碎以后或者漏气之后 小气棒打不起来 怎么办呢 把它拆下来 加一条相对应的内胎进去 打气 小打进去 这种守的也能够打 所以这是最好的应急方法 你不要说你带了那条 你是真空胎 到半路上你根本就没用 一点用都没有 记住这一点 等下我前面真空胎 泄气了 我不太知道 可能气少 所以过那个坑坑坑 泄气了 好在我带了内胎 我的内胎打进去 然后就装上去了 现在已经跑了多少公里 我看从根河过来到满洲里 满洲里再到这边快到 乌兰浩特 已经有700多公里了吧 看看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问题 跑了七八百公里的那条 你看 变形的厉害吧 不是一个地方 他还有里里面还有一个地方 是坑了两下 他一泄气之后 坑坑 所以就两个这样的坑坑挖挖 这个我不敢弄 你们很多朋友说给我敲回来 不行 这是铝合金的 硬度很强 但是很脆弱 你拿锤子一敲 这个地方就破裂 就没用了 好在我没有用力敲 用力敲就没用了 记住 你把内胎装进去以后 再打气 然后装起来 好 我现在跑了七八百公里 没有问题 看见没有 再往前面跑 那个修摩托车的师傅说 你这个 就跟正常的这种内胎的轮胎系一样的 不需要带气 我的经验告诉你 出门旅行 你带蜡条 没有什么用 但是你也带上去 你带补丁也没有用 但胶丁也没有用 因为真空胎它是鼓不起来的 要用大气磅才鼓得起来 所以你在半路 哪里找的大气磅 真空胎 你光带胶钉 补胎的那条所有东西 你没有带那个大的气磅 在路上可以说是没有用 最有用的方法就是 带一个相应的内胎 带拆车工具 拆胎的工具 然后把内胎放进去 打出去 然后再自己装 很容易装的 前后轮胎都容易装 这个方法 比你带其他都好 我这个轮胎的 我买的是13570-12的 三条内胎都是这个 但是前面那个是130的 但是我把135的这个胎装进去 到现在好好的 没有问题 因为里面那个内胎 它有一定的宽度的 它有就可以宽容 会长 可以小 但是最好是一致的 如果没有一致的 我就找不到130的 所以只买了三条135的 这样就最好的 打气筒最好是买一个电动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打 不够力 一身的汗都不行 所以说这个方法挺好的 记住 别以为你带了那些东西有用 没有用的 对真空胎来说 必须要有大的冲气棒 才能够冲得起来 所以必须带内胎 好 就这么简单 你们记住了 以后出门 自己能解决 但是有些地方 不是你自己能解决的 你找都找不到的 你出来你都知道了 你不出来你不知道 因为在内地 二三十公里就有没有的 找不到人帮忙的 记住这一点 出息会减少很多麻烦 不然你真的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朋友们 我放回味道 昨天晚上在这里过的夜 又是一个废气的加油站 睡得挺好的 早早就睡觉了 因为昨天真的累了 累得不得了 今天早早就起床就跑了 现在是六点钟 出发 现在六点十分 出发 早一点出发 因为太早 打起双闪吧 您将在当前道路上 继续行驶十九公里 早上起来比较凉 现在是六点十二分 跑起比较好 因为早上都它太阳不出来 所以相对来说 就没有那么酷的 下来之后 直左侧 组组织行驶 下来之后 这些湿度高 所以温度不高 你也觉得很热 湿是黏糊糊的 但是如果在东北上面干冷的地方 你就是三十度 好像也没有这么热 今天看看能赶 多少公里吧 反正慢慢赶 早上凉 晃的时候 多赶一点 下午 太阳大的话 就不走了 好大的雾前面 但是车很多 在车多 人多的地方 我心里就踏实 小心前方右侧 经过这个市区 跑了好长一段时间 还是没有出去 我希望尽快能够出城 看到好久都没有走出振救 振救全是高楼大厦 我们看到的 要出城可能真的需要好长时间 终于出了郑州市 你看前面的车也少了很多了 轻轻松松的开了 我着急了 哎呀 穿过郑州城 花了好长一段时间 可能一个小时左右 你们看 我在吃着饭 吹着小风扇 多舒服啊 像吃饭在做 感觉到非常闷热 可能要下雨了 往前面赶一赶看 非常难受在这里 收拾东西 朋友们 刚才因为有点太阳 所以把车挪到这个地方来 在这里休息 在这里看视频 剪视频 今天不想走了 在郑州出来 没有多样的地方 明天再走了 又下雨了 今天这么闷热 如果不下雨 真的是不正常啊 现在饭还没煮 怎么办呢 再等一下看 如果不停雨的话 就只能在车里面煮了 简单煮一点就算了 如果停雨 就在外面去煮 这个雨小了一点了 就还剩一点点 慢慢滴了 我在这煮饭 你们看 煮饭 简单的 吃一点菜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你们看 这个车它有个 这样 后门就上翻的话 就能够遮风挡雨 看到没有 我在底下做饭 简简单单的炖萝卜 一天就过去了 你看下雨就淋不着它了 放心啊 这个上翻的比侧翻的要好 更实用 现在已经七点多了 我吃了饭在车里面 因为偶尔的下一下小雨 你看 很闷热啊 但是我这个小风扇挺有用 你们看 哈哈 直接插在电源上 非常非常有效 你们出门 如果要旅行的话 这些东西还是要准备一下 我这个是好像十几块钱买的 我也不记得了 但是非常有效 下次买的话 再买个大一点 因为我的电源足够 所以不怕 你看 在下雨呢 我在干嘛 坐在这里啊 今天啥事都没有做 好吧 视频剪一下 看一下评论 然后 休息 明天早点出发 明天早点出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